TOP 好 关于刚才的比带冠打得蛮不错啦 因为对待是比较压力吧 但是还工作到蛮好 所以其实蛮好 然后明天可能会追上徐坎吧 赢了 然后今晚要看下他的球 然后研究一下 对待他 那你讲你之前对徐坎是两次交手都是胜出 但是你已经五年没有跟他 那你现在对台的那个打法你觉得相比五年前哟? 我觉得应该有改变了吧 因为我赢了两圈那时候他应该还没上 还没上了我最近才很高 现在应该是进步蛮多 所以尽管要好好看下去 那你现在你自己就是四个五年 然后再打进世界赛十六强 现在的那个心情怎么样? 当然是开心 我会没希望到 因为还没来的时候看到第一圈的对手 也是蛮强的 然后赢到第三圈算是蛮开心的 那因为赛前你也没有想过说 这一次的那个世界赛南单马来西亚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现在觉得说 作为马来西亚的那个show 就是那个唯一的一个代表 然后打进十六强? 其实对于我讲 似乎是我一个还是两个 没有很大的关系吧 因为我还是讲到我还是定位打 我的秀因为因为是马来西亚 我还是全部马来西亚人 好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